TVB小花住3000万豪宅,不靠赌王儿子前男友,也不是靠有钱老爸。 大家对TVB小花陈宁是否认识呢? 早年模特出身的她,加入TVB后成为新小花一枚。 2014年开始参演TVB港剧,不久就开始得力碰作女主角。 人长得挺好看的,笑起来超阳光,所以在很多的TVB剧集中,要么出演女神要么出演年轻版的某某某,去年在港剧全职美女中担任第二女主角,和张震郎组成人气情侣CP。 今年在平安谷之鬼谷传说都有不俗表现。 不过因为仍属于新人,也暂时不是TVB力胖的重点小花,所以暂时徘徊在三、四线之间。 但她可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明星,人气在香港可不低。 之所以这么备受关注的原因,第一当然是因为她是富二代出身,家庭背景不俗。 据了解,其继父是内地某大型商场老板,家里一直都有从事房地产生意,早年陈宁就一直在加拿大留学,回流香港后就踏入娱乐圈了,而且也是迅速踏入香港的富豪名人圈。 而最主要的原因,是她的前男友,是赌王四房以太良安琪的长子,和尤亨,两人曾经密恋过一段时间,那时候陈宁在演艺圈中还属于新人,就因为赌王儿子女友的身份,给她的演艺事业带来了很大帮助。 所以陈宁无论工作还是私人生活,都备受港媒娱乐记者的关注。 去年更是被港媒记者爆出,她和原本住在一起的圈中好姐妹和艳师刘沛月分开后,独自一人住住价值三千万港元的香港酒龙会想到其中一个豪宅,新闻一出,吃瓜群众均是哗然。 出道不到三年,至今也还没上位,就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度,我想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外,更多的是她在演艺圈中的拼搏,如果频繁关注港媒娱乐新闻,应该知道能经常看到陈宁关于演艺和广告工作的新闻。 因为其形象青春,定位准,所以陈宁一直都备受广告商的青睐,同时她也是很敬业,对每一份工作都十分负责,无论是大型商场活动还是歌唱商演,都能够成为场内焦点,不靠老爸不靠前男友,靠自己努力赚钱,牛气。 而且她本身就是个聪明人,也懂得如何在圈中婉转。 日前,她因为本来要出席的一个唇膏活动,邀请了她和好姐妹刘佩月,同时TVB小花,出席,不过她是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,导致现场记者等了好久,来到后导致活动一度停滞。 而她的解决方法就是,一,向记者解释迟到的原因,路上塞车无奈。 二,中途博好车自己走路赶过来的,因为穿的是工作上的住装,所以走路极其不方便,脚也都有些受伤。 三,路上裙子意外爆裂,裙子后面破了个窟窿,但脱又脱不下来,临级之下面对唇膏活动的时候,只好把裙子当鹿杯装,除去里面的XX真空上阵。 四,面对记者时捂住胸口,向公众致歉时还哭了,一次希望得到记者和广告商的原谅,同时可以博取更多关注度。 果不其然,第二天就成了港媒娱乐新闻头条。 这样聪明伶俐,懂得及时应对和公关的女孩子,陈寅日后在TVB肯定可以快速上位。